美国暗银vs俄罗斯帧数 二者孰强孰弱 12月中旬美军成功斥射暗银 在此之前俄罗斯在乌俄战场之上 使用了一款新型高超音速导弹 帧数 按照美国的计划到2026年 就会将暗银部署至欧洲 俄罗斯这边也计划量产帧数 并将其部署至白俄罗斯 欧洲导弹竞赛进一步升级 那么同为高超音速导弹 暗银与帧数谁更强 在具体设计上 二者又有怎样的区别 美国在佛罗里达州 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 成功完成暗银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 这是暗银导弹 首次进行车弹合一试射 也是在2024年以来 第二次成功试射 7月份的时候 暗银导弹就已经进行了一次 全射程试射 这也就意味着 导弹的研发测试 已经取得全面成功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定型量产 预计在2025年1月底 第一枚量产型的暗银导弹 就会交付 第一批8枚量产型导弹 也将在11个月之内交付 重点是 按照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报告 美国计划于2026年 在德国部署暗银导弹 7月份 拜登与舒尔兹 在北约峰会见面时 就商讨了这件事 除了部署高超音速导弹之外 还有战斧与标准6 目的很明确 瞄准俄罗斯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从柏林到莫斯科的距离 只有1600公里 暗银导弹的射程已经足够了 另一边 俄罗斯也使用了自家的新导弹 帧数 11月21日 俄罗斯从阿拉斯特汉州 第四发射实验场 发射了一枚帧数导弹 攻击乌克兰地涅波罗式的 南方机械制造厂 与暗银导弹一样 帧数也是高超音速导弹 打击效果近似于战略效果 让俄罗斯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之间 增加了一个新选择 在首次使用之后 普京甚至表示 能防范这类武器的手段还不存在 目前 俄罗斯已经计划 解冻帧数导弹的量产 俄罗斯除了在本土部署帧数外 还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 根据时间推散 大概在2025年下半年 帧数导弹就会出现在白俄罗斯 目的也很明确 对标美国将暗银导弹部署在德国 可以预见的是 欧洲导弹竞赛进一步升级 高超音速导弹开始对决 暗银与帧数都属于高超音速导弹 保密程度较高 二折的具体性能 美国与俄罗斯都没有对外公布 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 帧数导弹由RS-26边界改进而来 边界属于弹道导弹 2006年开始研制 原计划在2015年 装备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第29伊尔库斯克斯 但是在2015年完成最后一次实施后 边界导弹就杳无音信 相关的研发工作在2018年被终止 不过也有消息称 边界导弹是因为缺乏资金支持 实际部署时间推迟到2027年之后 在技能方面 边界导弹采用公路机动发射方式 一辆导弹发射车 可以携带一枚运发液体式边界导弹 并且是分弹式弹头 帧数导弹大概继承了以上能力 只是在弹头和助推器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边界导弹一共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远程弹道导弹 采用两极固体火箭助推器 最大射程为6000公里 另一种则是洲际弹道导弹 采用三极固体火箭助推器 据称射程可以达到11000公里 帧数导弹大概就是由 两极火箭助推器版本的边界导弹改进而来 有消息称 帧数导弹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 从这点考虑 弹头大概率是承拨体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原因我们后面会聊到 并且12月19日的时候 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 帧数的射程可以达到5500公里 另一边 爱因导弹在2019年开始研发 按照当时的计划 2023年列装 2025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为此 美国陆军在2021年 就组建了第一支爱因导弹部队 不过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 在研发期间 爱因导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直到2024年12月份 测试才全面成功 在性能方面 爱因采用两极固体火箭发动机 以及双锥体高超音速滑翔弹头 由陆及车载发射 根据美国早期公布的数据 爱因导弹最大射程2700公里 最大速度17马赫 不过事实证明 双锥体弹头的射程可以更远 在7月份的时候 爱因导弹进行了全射程试射 实际射程已经达到4450公里 这也就说明 其最大射程至少是4500公里 而根据俄罗斯的推测 爱因导弹的最大射程为5500公里 但从射程来说 二者并没有相差太多 但飞行速度却几乎相差一半 这点主要与滑翔弹头的外形有关 最近这些年 各国都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只是真正装备的没有几款 但实际上 速度达到高超音速的武器 早就出现了 二战期间的德国V2导弹 末端速度就有4马克 而大家熟知的飞毛腿导弹 末端速度就可以达到6马克 可以说大多数的中程弹道导弹 其末端速度都能接近10马克 但是准确来说 这种弹道导弹不算高超音速武器 其打击方式是抛物线弹道 也就是高速飞起来瞄准后 靠惯性往下砸 速度的确很快 但弹道固定不能变轨 而金正的超高音速导弹 除了速度超过5马克之外 还可以进行变轨机动 目前的高超音速导弹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装备超燃冲压发动机 另一类则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 类似弹道导弹 只是弹头需要更换一种构型 针术与暗音都属于后者 不过弹头构型不同 导致二者的性能有一定的差距 目前比较长将的高超音速导弹弹弹头构型 分为乘波体与双锥体 其中针术导弹的飞行速度为10马克 大概率是乘波体 暗音导弹则是双锥体 乘波体在高速飞行时 依靠前缘激波的压力产生生力 升足比较高 容易横向机动变轨 远程机动时更灵敏一点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 大多都是乘波体 美国也研究过这种技术 AGM-183A以及HAWC都是乘波体 暗音导弹则是双锥体 气动类似飞机 依靠在一定公角下 弹头锥体上下侧对空气压缩程度不同 而产生的压力差和膨胀波产生生力 并可以通过更尖的前锥体来刺破击波 减少高超音速的击波阻力 从而获取更大的速度 弹头体积一样时能装更多的爆炸样 简单来说 因为升足比的关系 在相同条件下 乘波体能飞得更高 打得更远 机动性更好一点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速度 而双锥体的气动性能更好 速度相对更高 在技术门槛上 乘波体其实更高一点 毕竟从人类研发洲际弹导弹导弹开始 长锥体或双锥体 就是导弹的主流构型 但乘波体不是 从中程的拦截难度上看 二者其实相差不大 乘波体的高超音速导弹 轨道变化相当复杂 在飞行中端的变轨幅度 可以达到50公里至100公里 甚至是百公里以上的 不规则横向侧摆机动 双锥体的高超音速导弹 则是传统弹道 与三个跳跃弹道 可以多次载入跳跃 末端最后冲刺时 双锥体与乘波体的弹头 都会进行变轨率的同滚螺旋机动 现有导弹拦截弹道预算算法 基本对其无能为力 要说高超音速导弹 有什么限制音速的话 那就是末端速度与黑障了 这点也是暗音导弹 与真数导弹最大的区别 人类飞行器有三大障碍 音障 热障 以及黑障 对于高超音速导弹而言 最大的问题就是黑障 当飞行器的速度 达到高超音速阶段 不仅会产生激波和高温 而且高温 还会直接把飞行器 表面的气体分子电离 在飞行器迎封面 形成一个等离子层 也就是等离子翘套 这个等离子层可以吸收电磁波 相当于一个电磁屏蔽层 外面的信号进不去 里面的信号出不来 等离子隐身的原理就是这样 在黑障区飞行 导弹只能凭惯性制导 按照初始设定飞行 无法对外进行任何探测和机动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等离子层也是导弹的保护伞 毕竟防空系统的雷达也看不到 所以有人认为 高超音速导弹在末端飞行时 产生的黑障效应 会影响导引头工作 所以要么导弹按照惯性制导 打击固定目标 要么减速到5马赫以下 规避导弹与大气摩扎产生的 等离子层 从而进行末端制导机动 实际上这个说法 有一点点的问题 要产生足够强的黑障效应 需要非常高的高温才能形成 对于高超音速滑翔导弹而言 再入卡门线的开始速度 需要达到4200米每秒 才会产生黑障效应 速度达到4600米每秒 才有比较明显的黑障效应 而弹道导弹的末端速度 与射程有关 想要射得远就要打得高 最后也就落得更快 这也代表着 射程较短的导弹 是没有黑障的 比如低于3000公里的弹道导弹 一般情况下 只有射程大于4000公里的导弹 才会有一定的黑障效应 并且只在特定的高度段 大约35公里到80公里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飞得再快 也不会产生黑障效应 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温度 如果温度太高 会造成导引头罩的稍时变形 以至于影响导引头 波数的发出与接收 如果导引头罩足够大 那就另说 一般情况下 高超音速导弹减速 那是因为机动飞控的原因 比如横向滑翔飞行时 需要对目标进行搜索捕获 躲避规避敌方高空 与末端拦截等需求 另一个影响末端速度的因素 就是导弹的雷达扫描速度 如果雷达的扫描速度太慢 就需要减速 才能实现弹道修正 毕竟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太快 留给别人的时间短 反过来也是如此 导弹的制导雷达体型较小 探索距离较短 中程弹道导弹的体型相对较大 探索距离相对远一点 但如果采用分导式弹头 那么留给导引头的空间 也不会很大 导弹速度达到10马赫 甚至20马赫时 导引头的反应时间不会很多 考虑到俄罗斯在精密电子 与雷达方面的例时 避守与告示 大概就是因为雷达扫描速度不行 才会在末端进行减速 2024年3月27日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 伊利亚·耶弗拉什就表示 乌克兰拥有击落 告示导弹的能力 它的性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强 虽然告示的最大速度 可以达到9马赫 但是在进入攻击轨迹时 告示的速度 就会下降到4.5马赫左右 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防空导弹 将其击落 避守导弹也是如此 因为寻找目标等原因 速度同样会有所下降 根据乌克兰的说法 其末端速度仅为1.9马赫 如此一来 后面的任务 就可以交给爱国者 或者NASEMS了 如果问帧数导弹 是否需要减速 只要看攻击目标是谁 以及携带什么弹头 帧数导弹的速度较慢 黑障效应不会很高 但俄罗斯的导引头技术不行 如果帧数导弹 打击固定目标 制导采用惯性 加格洛纳斯 弹头属于核弹之类 可以不用减速 毕竟这个时候 就不需要考虑进度了 如果帧数导弹 没有携带核弹头 仅仅是动能摧毁 减速是必要的 但末端速度具体 及马赫暂时未知 至于暗音导弹 大概率不需要减速 它不需要考虑黑障效应 导引头与雷达 也是美国的强项 暗音导弹的速度 可以达到17马赫 一般情况下 以这个速度 载入卡门线 在进入距离地面 35公里到80公里的范围之后 就会产生黑障效应 不过黑障效应 并非不可避免 通过改变飞行器的 气动结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 相比较遁体结构 头部为尖锥结构的导弹 其等离子层的厚度 就会变薄 从而削减黑障效应 相关的飞行试验表明 头部为尖锥结构的飞行器 以每秒6.3公里 也就是以18.5马赫的速度 穿过大气层时 并不会出现黑障效应 刚好暗音导弹 属于双锥体 加上导引头 与雷达方面的优势 即使是减速 也不会影响 其高超音速的性质 总的来说 帧数导弹 与暗音导弹的射程 相差不大 但是由于 其高超音速的性质 以及导引头方面的影响 暗音导弹的拦截难度更大 如果在莫斯科上空 进行一场暗音导弹 与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对决 那么结果就是 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 放烟花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相比较帧数 暗音导弹 还有哪方面的优势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雷军 下期见